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次的分享中,我们讲父神应许的实现,就是门徒被圣灵充满 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赞美神的大作为 当门徒说起别国的语言的时候,百姓的反应逐何呢? 使徒又逐何解释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题目 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二章12到21节 现在我们看第一部分,百姓的反应 经文12、13节,圣经说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人计竅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弟兄姐妹,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百姓对使徒用别国语言赞美神,有三个反应 第一,百姓纳闷、惊讶与稀奇 经文第二章6到7节说,众人听见门徒用隔阵的香坛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伽利利人吗? 你问,百姓听到门徒说方言,为什么纳闷,稀奇,惊讶呢?回答 因为门徒是伽利利人,不是语言专家 伽利利人的意思是,乡下老 是没有出过远门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最后部分 尼哥迪姆在公会为耶稣做见证 就立刻遭到轻蔑的攻击 说,你也是出于伽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伽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伽利利人在百姓的心目中是低级的,是被看扁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心被吸引,产生好奇,甚至崇拜 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明白,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指示 第二,百姓惊讶猜疑 猜疑的意思是困惑 经文第十二节,他们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人接触到新奇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 但经过继续的观察,继续的倾听之后 惊讶就渐渐消失了 进而产生猜疑和困惑 如经上所述,他们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问题说明,百姓的心灵已经展开探索 他们想进一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如果说,惊讶是心理善被吸引 猜疑就是心理善被击败 惊讶表示他们不明白 猜疑表示他们承证自己不知道 第三,百姓发出计窍 随着困惑而来的是计窍 计窍是心理经过一番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经文第十三节,百姓说 这些人无非是心酒灌满了 这里路加告诉我们 百姓中有人看到门徒的心是那么的直至 眼睛散发着棺材 脸上披带着荣耀 在一种无法解释的能力带动下赞美神的大作为 这种现象明明是一个神迹 但有人却故意闭着眼睛讲瞎话 他们说,这无非是被心酒灌满了 啊,这是多么糊涂,荒唐的话 弟兄姐妹 从百姓对门徒说起别国的语言的反应 我们看到人抵挡圣灵的工作 你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不但不承证发生在眼前的神迹 还用技巧和批评攻击神的作为 就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的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耶稣在世的时候 人们也是这样对待他 其实,神每逢在他仆人中间开始一项事工 都遭到属血气的人无情无理的攻击 这种情形 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的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你为愚拙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 彼得和使徒的回应 经文出自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刺耳听我们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干到是初 弟兄姐妹 女生的经文是彼得和使徒对百姓的计调之回应 我们从三方面分享 第一,我们看到使徒们非常同心 我们看到彼得在使徒中是领袖 经文说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 第二,我们看到使徒们大有能力 非常勇敢 满有权柄 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刺耳听我的话 第三,我们看到使徒们用理性说话 他们说 我们不是醉酒 因为时候 刚到四初 就是三五九点正 三五九点是献祭的时候 人们在献祭之前 是不吃不喝的 如果这是晚上 你们说我们醉酒 那有可能 但现在是早晨献祭的时候 是尊耶和华为圣的时刻 你们说我们醉酒 实在说不过去 这里彼得和使徒们 要计较的百姓意识到 他们的批评是不合理的 是不造事实的 是违背自己的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方面 使徒彼得用圣经的预言 解释所发生的现象 经文第二章16到21节 这正是先知悦尔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交干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交干 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 有雪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 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弟兄姐妹 从彼得以上的解释 让我们看到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超越的智慧 这也是我们应该羡慕 应该学习 应该操练的 彼得怎么说呢 他说 这正是先知悦尔所说的 换句话说 这虽然是一个赫然一新的现象 却有圣经的根据 因为神借着先知早就预言了 如今只是预言的应验而已 彼得这回答 正是光照了我们 有两点值得思想 第一 彼得不应百姓 错误的吹斥和判断而发怒 相反的 他承证百姓有询问的权利 并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二 彼得引用百姓所熟悉的经文 解释他们不明白的事 今天 有人用自己的话解释奇怪的现象 但那解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是与事情毫无相关的 是叫人听不懂的 弟兄姐妹 你所正在追求一个不合乎圣经根据的属灵现象 你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 因为你所追求的没有圣经的根据 你会误导别人 你会败坏自己 你会修主主的名 你又是不负责任的 是亏欠神的 你也必须知道 那明白圣经真理的人 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在这里我要请大家 牢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六节的忠告 他说 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载的 换句话说 凡是圣经没有教导的 无论多吸引人 多令人兴奋 我们都不接受 以下我们分享经文在生活上的一些应用 第一 方言与讲道的关系 方言是圣灵给信徒的一种恩赐 信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 也是一个神迹 因为这不是人凭自己的意思 能做出来的 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 想一想 我们做人流利的 用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 诉说赞美神的作为 这显然对外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会使他们感到稀奇惊讶 但说方言本身 不能使人知罪悔改 不会使人认识基督 不会使人生命改变 知罪悔改 认识基督 生命改变是讲道的功夫 所接的果子 只有讲道能领人归主 只有讲道能使人明白神的旨意 只有讲道能帮助人 过和神心意的生活 所以我们当主要看待方言与讲道的关系呢 回答 方言可以是一个开始 必须由讲道来完成 方言引起人们的注意 讲道把人带进真理的里面 若只说方言没有讲道 产生的现象是惊讶 稀奇 猜疑 困惑 计较 但从圣经我们看到 彼得讲道之后 观景就不一样了 圣经说 众人听了觉得扎心 就认罪悔改 收喜归主 人数约有三千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十九节说 我宁可用悟性 讲五句交道人的话 胜过说一万句方言 第二 有人问 我们今天还追求 说方言的恩赐吗 回答 说方言 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不但要追求恩赐 更要追求 那为谁己意把恩赐 赏给人的圣灵 有圣灵就有属灵的恩赐 我们就继续读使徒行传 就会发现圣灵 除了使用方言的方法 也使用其他方法 预备人的心领受真道 在第三章 圣灵借着 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预备人领受真道 在第四章 圣灵使聚会的地方震动 以预备人领受真道 在第五章 圣灵借着在教会中 做管教的工作 预备人领受真道 在第六章 圣灵借着斯提法的训道 预备人领受真道 等等 这些例子说明 圣灵预备人领受真道 不限制于某一种方法 但讲道却是始终的 是最重要的 讲道是不能被取代的 讲道有长久的功用和价值 而说方言的恩赐 就像其他的恩赐一样 是圣灵给的 是美丽的 是令人羡慕的 有谁不要圣灵的恩赐呢 但我们要切切地追求赐恩赐 就是圣灵 有圣灵才有属灵的恩赐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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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